哇 感觉整个场子都热了 整个都嗨了 是 我们颁奖到现在呢 华语五强还在路途当中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要颁出的是 华语五强 究竟花落谁家呢 我们要有请接奖的嘉宾 对 今天我们的颁奖嘉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副台长 常务副总裁 王建军女士 有请 有请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建军女士 为我们揭晓华语五强 天窝茶庄 冰红茶 第二十一届东方风云榜颁奖胜典 华语五强 杨忠伟 恭喜杨忠伟 恭喜杨忠伟 有请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 是有那种特别感严的空 有请杨忠伟 恭喜恭喜恭喜 我们请我 王建军女士为杨忠伟颁奖 戴上象征着荣誉的围巾 歌字群的朋友们你们在哪儿 哇 杨忠伟有什么样的 获奖感言 感谢动感101 感谢东方风云榜 然后感谢 感谢 鼻鼻鼻的opening 因为好久没有听到她现场唱歌 然后感谢 感谢吴莫丑 因为刚才她的声音很特别 让我觉得很 为什么你感谢的都是女歌手呢 没有啦就是有一些感触 就是有一些感觉 其实今天就像一个party一样 和很多的歌手 和很多的好朋友相聚 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杨忠伟了 因为之前呢这半集我们都知道杨忠伟和大哥李宗盛的合作 呈现了华语唱片的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那其实我们内地有很多很出色 新锐的音乐人创作人制作人 我不晓得杨忠伟有没有接下来 跟他们要合作的打算 或者说你比较欣赏的 有什么样的音乐人 想跟他们合作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透露 其实 有非常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好紧张哦 就是 有非常多的音乐人 我都很想要合作 所以还是要保密 下一张还不能讲 不能透露 它是一个秘密 对 然后还要感谢我的歌子 然后因为 你们今天 真的很辛苦 对 谢谢 这个看来让杨忠伟说话 是比拿奖唱歌还要紧张 我们也特别谢谢这个 王建军女士这两年 也一直关注我们的颁奖典礼 看到很多年轻的歌手的这个成长 当然 我们也希望杨忠伟接下来 有更多的好歌 不仅仅有一个苦情歌 也会有各种不同风格 类型的歌曲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王建军女士 谢谢 恭喜杨忠伟 谢谢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相座休息 谢谢 有请二位 谢谢 谢谢